因為包括了這個貨輪擦撞軍輪的事情 包括了香港的反送中的事情 包括了這個大陸演習的狀況 全部都都在一塊 而且大陸最近還禁止台灣的自由行 大陸的戰術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欺敵 欺騙你 一個是欺席 所以演習的是欺敵 那個是欺席 他不是這次要動 他一直在演練 演練這個 老大聽你一直在講下去 我們會有點心慌啊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來台灣自由行停發蓄可證之後呢 蔡總統也做了一個回批 他說 你看特別看一下 全部用簡體字的 這簡體字寫給 可能寫給對岸的網友看比較 這個成分比較大 中國限制人民來台灣的旅遊 是一個很大的戰略錯誤 請問一下郭委員 畢竟是貴黨的主席 你應該比較了解他的思維 什麼叫對岸的戰略錯誤 錯在哪裡 這個應該分兩方面啦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大陸都一直希望有經貿連帶 至少兩岸還有一個連帶的東西在嘛 不然他怎麼會在去年2月28 有會台31呢對不對 所以顯然他是重視經貿 跟全方位的交流的嘛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你打到了這個旅遊啊 因為旅遊界我也認識蠻多的 這些人事實上是最重視兩岸交流的 你事實上是打到你自己的朋友耶 就好比那個他上次限制陸生來台 那打到了幾個學校比如說文浩大學 都是跟那個友善的 這些都是在大陸最友善的學校 那你真的是你的戰略目標嗎 當然他的戰略目標我可以理解啦 就廣義的對台灣經濟施壓嘛 就是說你這樣我就不滿意 那當然總消費大概200到300億之間 這也是事實啦 可是國民黨執政有15個現實耶 然後高雄事實上陸客過夜是最多的 本來是48點5 最近 最近因為韓國瑜當選之後 對對半個月半年來 因為昨天我也碰到黃偉哲 他說事實上大部分都沒有在台南過夜 是幾乎不去台南 所以台南 台南那個消費大概一個月只有2億台幣左右 那那個韓國瑜那邊一個月是3億5千萬 我朋友問問大陸有一顆問過我 到底是台南是民進黨黃埔軍教 還是宜蘭是民進黨黃埔軍教 我原提到就是 如果是對台灣經濟施壓的話 這廣義的戰略可以理解 但是你認為是方法對象挑錯了 這就是蔡英文蔡英文講的戰略錯誤 而且他打到了剛好是 最想跟大陸交流的部門 好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台灣的旅遊業者 當然是最嚴重的受傷者 那接下來 張東部長林家洛馬上就說 沒關係 我們政府幫助旅遊業者 要國旅補助36億 老大有沒有用 36億金額不小 這個情形首先我們要知道 大陸啊 他雖然講說自由行的不准來 但是他在團體上至少會 至少會影響於50%以上 為什麼 第一個很多自由行的 他會是插隊團體旅遊 對 然後他就八天 八天完他自己還有四五天 他去自由行 第二個呢 大陸很多都是單位 不管他是公營 他參加團體不管是公營或者私營 他們政治敏感度很高 他一發現你這個了 他們就會知道就不要犯政治上錯誤 這個大陸上 很可能他就退團 所以到最後影響絕對不是說只有自由行這一塊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你說 對於旅居海外的華人到台灣會有影響嗎 旅居台灣他們是 我不知道他是有什麼身份 他有什麼身份 但是你今天就是說你交政府立刻啊 就有這個錢啊 去補啊 我是問一下那個 大量旅客不來台 旅遊行業苦哀哀 他們現在很頭痛啊 因為你完全不弄了 他就乾脆不做了 可是他又要做又要撐 一天開門就是幾千塊沒有了 你叫他撐多久 這咱們痛苦在這裡啊 政府收費給補貼 請問錢從哪裡來 錢還是人民拉稅錢嘛 你整理上還是有損失嘛 對不對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說 不過民進黨有時候也比較高興 不要認為說啊 又在幫我們輔選 大陸每次做這件事來幫我們輔選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啊 他一定有配套 他不會像過去一樣了 就整個照你這個啊 就造成這個 造成一個就是說 你像男營覺得就哎呀又又又又麻煩了 綠營就好高興 我跟你講這一次不一定 不一定 你看到後面 中國大陸啊 中國大陸是很會檢討 以前犯了錯誤 然後這個時候再怎麼調整呢 你覺得蔡英文 可以因為這一個你看 旅遊人數啊 從這個2016當家之後呢 陸客來到台灣人數 從43、2、25、24 到今年上半年再回漲一下 但這個一出來之後 馬上應該又會再跌下去了 你剛剛講到說 大陸會不斷的檢討 他們之前做了一些 可能幫蔡英文 他們現在知道 他們已經知道 有些事情幫你 就是反效果 選票會刺激 所以他們這一次是 他們是有考慮這個 不過現在傳出來 團9月也減半 對 老大你認為 絲煙案最近纏繞的蔡英文 會因為這一個事情 而讓他稍微有點脫身嗎 因為第一個絲煙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 地理選舉還有那麼久 還有一個一般老百姓的看法 就是覺得就是說 你這個整個示威室太亂來 並不會說蔡英文要負絕對的責任 他可能是被蒙蔽嘛 所以這個事情對他的 我覺得說 對他的影響 如果說下個禮拜選舉 這個影響就很大了 但是如果說要這個五個月以後 我覺得影響會被他們消毒掉的 剛剛老大提到一點 就是大陸很多動作舉動 可能會讓外界解讀說 你是不是幫蔡英文 好像讓他撿到槍 提供了武器給蔡英文 撿到槍之後呢 民調也拉抬了起來 的確大家如果觀眾 長期關注台灣 不管每天的新聞 或者是一些話題的話 你就會知道 從年初的習五條開始 當時的蔡英文跟賴慶恩 還在糾結的時候 蔡英文就 因為這個是他掌管的 主權的東西 外交跟主權 他四三軍統帥 他很多東西可以操作 也的確是幫助蔡英文 拉抬的民調 包括了這次你看到最新的 就禁止自由行的 陸客到台灣 有人說一直有個說法 就是如果真的 你把這些所有對那些動作 到最後相對應 是蔡英文的民調上升的話 那你當然會覺得說 這些動作都是幫蔡英文在助選 如果是這樣子的是符合邏輯的話 會不會可以稍微 讓一個說法稍微有一點點 有道理喔 就是蔡英文當選 等於符合北京期待 所以北京才會有這麼的動作 因為蔡英文當選的話 他走台獨是非常明顯的 那大陸方面也有反國家分裂法 他可以終於有機會 比較有利益基點去下手統一 你覺得這個說法 現在看起來是有可能的嗎 Yes or no 我們進往後直接先投個票 我們回來再討論 你覺得這個說法是有可能的嗎 蔡英文當選符合北京的期待 No Yes or no 老大人你要舉牌嗎 我就看跟誰比 看跟誰比 我們馬懷討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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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